哈囉 歡迎回到區塊內日報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題是 UST 為什麼可以在短短的一週內漲了350%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忙點個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開始吧 那今天就是要聊這個關於UST在最近一週暴漲這件事情 雖然說我原本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想要講這些事情 因為我個人認為呢 不管是LUNA Classic 或者是這個UST Classic 還是新的LUNA B 基本上都是已經死掉的項目 真的也是沒有什麼好聊的 因為我也不想要誤導大家 讓大家覺得說這幾個項目可能還有一些起死回生的希望 但是因為很多觀眾朋友在問 所以今天就做一題影片跟大家聊一聊 為什麼最近幾天呢 這個LUNA的Classic鏈還有UST呢 都有一波暴漲 那一開始呢我們先看一下這個UST喔 那UST呢現在已經被改名成為了USTC 就是這個UST的Classic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最近的一週內呢 它是已經漲了最多漲到350%左右 那這件事情呢本身就是一個非常蹊蹺的事 因為UST應該是一個穩定幣 那為什麼在穩定幣當中呢 會有這個一週暴漲350% 甚至是這個漲跌的這個波動會這麼大呢 本身就已經出了一個問題了 因為一般人就算是短線交易者或者這個日交易者呢 他們也不會去交易穩定幣喔 因為穩定幣應該是沒有這些波動的 但是此時此刻這個UST呢 看起來像是一個sharecoin還是mincoin一樣喔 是被這個大量炒作 然後這個交易者在上面可以賺錢的一個項目喔 那我帶大家看一下這個UST呢 現在的這個市值是多少 我們可以在這邊看到marketcap現在是大概392million 所以大概是3.9億美金左右喔 那這個金額雖然說看起來蠻大的 但是呢你要知道這些金魚呢 跟這些大機構在炒作這些項目的人呢 他們擁有的財力呢是非常非常輕鬆就可以移動這個市場的喔 尤其是對於一個項目只有390幾million 然後因為之前這個UST LUNA時間鬧得非常大 所以有很多人在關注這個UST在他們的watchlist上面 所以當他們在短期時間對市場有一波大拉伸的時候呢 就會起到一個炒作的作用 所以就有更多人關注到這個市場 那不管是進去交易也好啊投機也好 但基本上這個參與在UST中間的人呢 應該是不會有像我這樣就是基本面 然後長期的投資者在裡面喔 所以在這個UST的市場裡面呢 現在僅存的應該就是投機者 還有這些日交易員 還有這種短線交易員喔 那還有大部分當然就是本來就被套在這個項目上面的人 那他們這個資金呢已經不只原本的0.0001%了 所以對這個項目呢他們也沒有什麼好關注的 因為當你的這個市值假如說原本是十幾萬 然後現在只剩下幾塊錢美金了 那他就算翻倍了你也只是賺個幾cent或者是一兩塊 其實是沒有什麼實質上的意義啦 那今天主要就是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當這個UST的市值已經降到這個390幾million 雖然說看起來是很多 但是因為他非常非常多人在關注他 然後當這個市場中有投機者的時候呢 這些鯨魚跟聰明的資金呢 他們就會試著拉升這個價錢 然後博得更多的眼球 那目的只是為了套更多人進去喔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一個長期投資者的話呢 是不應該參與在這個項目當中的 那如果你今天是個非常厲害的交易者 你應該是可以在這波市場當中有很多賺錢的機會 給大家舉個例子喔 假如說他今天要從390幾個million變到800million好了 那在市值上是一個翻倍嘛 但實際上你要做到這件事情 需要的這個錢呢 是遠遠會低於400million 就是雖然說他的市值會double 但今天呢你要把這個幣價炒上去 把他的市值炒到800million的話呢 你實際上是不需要花到400million這麼多的喔 當你一次性買很多的時候呢 這個流動性上就有問題喔 所以會變成說 你可能只需要遠遠不及400million 就可以把這個市值炒做到800million 就是可以達到一個翻倍的效果喔 但就像我所說的 這件事情本身就已經失去他的初衷了 因為今天UST應該是一個穩定幣 那為什麼今天穩定幣的波動會上下幾百個percent 然後大家還在裡面吵得很愉快喔 然後在社交媒體上 大家也都在問啊 說可不可以參與這個項目 我真的看到是非常非常傻眼喔 那如果今天你不是一個非常厲害的短線交易者 然後也不是一個投機者的話 真的是沒有理由參與在這個USTC的項目中喔 然後我們再回來看一下這個LUNA Classic 就是這個LUNA的經典鏈啊 就是他們的舊鏈喔 那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 在一天內呢 它是有拉了高達70個percent 73個percent 然後從高點回落下來呢 又是已經跌去10個percent了 所以為什麼這個經典的LUNA鏈 也會在昨天一天之內就暴漲了70%呢 基本上也是類似的概念喔 那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 Terra Classic現在的這個市值呢 大概也是597個million 所以基本上呢 也是這些大資金大金魚 非常好可以操控的一個市值喔 那雖然說這個市值呢 還是屬於前100大加密貨幣 但是我們要考慮的是 Terra Luna還有這個UST呢 是遭到非常非常多眼球關注的喔 就是非常非常多人在關注這個計畫 所以當它暴漲暴跌的時候呢 就很容易可以上新聞 然後撥版面 然後吸引更多的韭菜進去被割喔 所以大家就是要非常非常注意啦 那今天你只要問你自己一個問題 就是你今天如果要投資在任何項目上 你看到Terra Luna經典鏈或者是UST 你會投錢進去放個幾年嗎 這是不可能的喔 因為這很明顯就是已經死掉的項目 那目前大家在做的事呢 就只是投機然後在裡面博弈而已 那這兩件事情呢 都跟我自己的投資理念是完完全全的背道而馳 所以說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一個長期的投資者 那投在一個項目上是看接下來五年十年二十年 可以得到一個不錯的投資報酬率的話呢 你就不應該看這兩個項目喔 那今天因為很多人問呢 我也錄了一個影片 就是為了跟大家解釋這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也提醒大家 除非你今天是專業的短線交易員 或者是你只是想進去博弈一波賭一波 那小小金額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那對大部分的人來說呢 都是遠離這些項目才是最好的選擇喔 OK那我們開始看新聞吧 今天第一個新聞呢 是關於這個grayscale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grayscale在紐約幾個最大著名的車站呢 就有他們更多的廣告 那我們也知道grayscale現在正嘗試著 把他們的GBTC這個ETP呢 想要轉成現貨的ETF喔 那這件事情呢 我們將會在這個7月6號得到一個確認的消息 因為7月6號就是這個SEC 必須給grayscale一個明確的答案喔 那雖然說到此時時刻大家對於這件事情呢 還是多半是覺得SEC是不會通過這件事情的 我在影片當中也多次跟大家講 我覺得GBTC轉成現貨ETF應該不會這麼快喔 估計最快的是明年甚至是2024的事情喔 那關於grayscale把GBTC轉成現貨ETF的這件事情呢 之前也跟大家聊過很多次喔 grayscale也請了這個非常非常屌的律師呢 準備在這件事情如果被拒絕的情況下呢 是要告這個SEC喔 那關於這件事情是有一個好消息啦 就是在幾個小時前呢 這個SEC的Chairman Gary Ginsler呢 他跑出來說喔 這個比特幣是確定是一個commodity 那就是一個商品啦 而不是security 像是股票這樣子 那你可能會問說 commodity跟security有什麼區別喔 最大的區別在於一些稅收上面 今天如果一個產品被歸類於commodity的話呢 在稅務上呢是比較好處理 然後也是非常非常簡單的喔 那如果呢一個項目被歸類為security 像股票這樣子的話呢 或債券等等 那在這個稅收上就會非常非常麻煩 尤其是當你在交易它或使用它的時候呢 它都會被收稅喔 所以今天這個Gary Ginsler跑出來說呢 他認為所有的這些加密貨幣裡面 只有比特幣是確認的是一個commodity喔 所以對這個比特幣來說是一個非常利好的消息 那至於對其他這個L1的鏈啊 還有其他的山寨幣呢 那到底要怎麼歸類 屬於security還是其他的東西 這我覺得是需要幾年的時間慢慢來進行的喔 但至少今天他表示說這個比特幣是確定是一個commodity啦 所以這有沒有可能會增加這個GBTC 轉成現貨比特幣的ETF的機會呢 我覺得可能一點點吧 但是機率我個人是覺得還是不到1%喔 但如果這件事真的發生的話呢 就GBTC成為第一個現貨比特幣的ETF 那比特幣的價錢應該就是會以一個非常快速的形式往上衝喔 那當然fingers crossed 我們大家都可以祈禱說這個奇蹟有可能會發生 但是個人認為機率還是非常非常低啦 所以不要放有太大的期望在上面 下者暴打是關於這個LUNA的新鏈 LUNA的2呢 他也是在短短的9天內呢就暴漲了70% 那這件事情跟一開始跟大家聊的這個LUNA的經典鏈啊 還有UST啊應該也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啦 就是這些很多眼球在關注的項目啊 他們就是會有這種暴漲暴跌的狀況發生 那如果今天你手中持有這些幣喔 當它有這樣子暴漲的狀況發生的時候呢 建議你就是趕快賣掉啊 因為這些項目呢絕對不是一個長期持有很好的選擇 所以今天如果你持有這個LUNA Classic的幣 或者是UST甚至是LUNA 2.0的幣呢 任何暴漲的時刻呢 都是你這個賣掉獲利的最好時機喔 絕對不要有這些很天真的想法 覺得說這個UST會回到1塊錢啊 然後這個LUNA Classic會回到1cent啊 10cent啊等等 不要有這種想法 如果有這種想法的話 最後你的資產大機率是會被歸零的喔 下一則新聞是關於比特幣的價錢的 那這個比特幣的價錢呢 在2萬塊的上方得到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支撐喔 那最近幾週也都是在2萬左右這邊遊走 但從這個報導我們就可以看到呢 在這個交易所上的比特幣呢 持倉量是不斷不斷的在減低喔 就是有越來越多的比特幣 從這個交易所裡面流出去了 那這個現象怎麼解釋呢 第一有可能是金魚在做一些Manipulation 就是在控制市場啊 製造這些假的數據 讓你覺得說底部好像進了 那第二種可能是真的是有很多金魚在買 那買了之後呢他們就是送到冷錢包 那我個人是覺得第二種的機率是稍微高一些啦 雖然說不是說每次這個在交易所的比特幣量 可以決定這個市場是好還是壞 或是接下來該怎麼走 但是大概率還是有機可循啦 就是交易所的比特幣除量如果增加的時候呢 通常是顯示說這些大金魚在出貨 那相反的 當這個交易所的比特幣持有量不斷的在減少的時候呢 往往就是說這些大金魚就是買了之後 就送到他們冷錢包了 那對市場是會有一個正面的效果 下一個新聞是蠻重要的 關於這個Voyager Digital這個App 那因為這個App我自己也使用了幾年了 就是我也有在上面買賣交易 然後有放我的加密貨幣資產在上面 但是從上個禮拜我有跟大家聊過 我就是把這個在Voyager上面的錢 就是逐步的一點一點都在拿出來喔 但它現在因為有一個每天只有一萬的限制 就你只能每天提一萬美金等值的加密貨幣出來 所以這個上面資產我實在沒有出清喔 那今天這個報導就是說這個 我們也知道之前Voyager是借給了這個三件投行非常非常多的錢 那這個詳細的金額呢 大家看到可能會很傻眼啊 因為他們是把他們這個公司資產的高達大概三分之一喔 都是借給這個三件投行了 那不禁讓我懷疑他們這個風險管理的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差啊 因為他們等於是把客戶放在他們平台上的資產呢 高達三分之一都交由同一個投行去管理喔 而且這個三件投行也是非常非常新的公司 裡面很多人都是年輕人 然後在這個市場當中都是非常非常新 沒有遭遇過熊市或者是遭遇過這種大的經濟蕭條這樣的問題喔 所以在管理上面是非常非常沒有經驗的 那導致說今天這個三件投行被爆倉之後啊 Voyager他們今天就表示說他們借給這個三件投行的錢啊 就是已經逾期了喔 但是逾期不代表任何事情啊 只是代表說這個三件投行該還錢的時候沒有還錢已經違約了喔 但是如果今天三件投行是要破產的狀況下呢 Voyager是拿不出這筆錢的喔 所以之前我們也看到這個Voyager跟Alameda借了這個500M就是FTX的一個子公司吧 那目的就是為了想要周轉這件事情喔 但是目前看起來呢這個三件投行是沒有給任何的collateral 就是沒有抵押任何等值物品在上面啊 就是說呢Voyager借的三件投行這筆錢呢 卻沒有任何等值的抵押品 就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Celsius呢也是有借錢給這個三件投行喔 但是因為他們有這個抵押品的關係 所以三件投行不還錢的時候他就把它抵押品直接扣下來就好了喔 所以至少不會遭受到太大的傷害 但是這個Voyager Digital看起來是沒有任何的抵押品喔 所以變成說如果今天三件投行宣布破產 然後沒有辦法還錢的情況下呢 Voyager這600多M基本上就是要吃閉門根了喔 那這就不禁會聯想到另一個問題啊 就是這個FTX的Send Bank Manfrey多次說到說 他是要解救這些小的加密貨幣公司 但是如果這些加密公司的營運是這個樣子 就把所有投資者資產的總三分之一 可以去借給一個這麼新的投行 這個管理上就是出現了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那這樣的公司值不值得FTX去救呢 我個人覺得這真的是要看狀況喔 我覺得如果一個公司只是因為熊市 然後出現資金的問題 但是營運上還有這些其他部分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的話 我是不反對這些大公司去解救他們喔 但是如果像Voyager這種情況的話呢 到底憑什麼得到大公司的資助呢 不知道大家是怎麼想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聊一聊喔 下一則新聞是關於這個DAO的 那我們都知道在這個加密貨幣市場裡面 很多人就在推行說以後的社會啊 可能都會以這個DAO的方式進行喔 那DAO的詳情到底是怎麼樣呢 以後我有機會可能會慢慢做影片跟大家說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系統啦 那透過這個區塊鏈的技術呢 在上面進行投票然後做決策這樣 但是DAO會出現一個問題喔 就是在很多項目上呢 1%的人往往都擁有90%的這個投票權喔 所以去中心化就成為了以後這個DAO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之前發生的這個Solain的事件呢 就是Solana上面的Solain 就是很明顯的一個例子喔 就是少部分的人呢 擁有大部分的投票權 所以他們可以做就是Whatever they want 就是他們想幹什麼就可以幹什麼喔 這也是為什麼我個人對於加密貨幣這一塊呢 非常非常注重的就是去中心化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這麼喜歡 Cardano跟ADA的關係 因為Cardano是第一它有完整的這個Proof of Stake系統 然後第二呢就是它是目前看到這些大項目裡面 最去中心化的一個項目喔 沒有之一 那對於加密貨幣跟區塊鏈你是比較注重於哪一塊呢 你是注重這個去中心化嗎 還是你比較注重這個速度 還是你比較注重創新 就是在鏈上一些創新的發明 也都歡迎可以在下面留言區跟我討論喔 下一個新聞呢是這個2022年的熊市呢 有可能是比特幣跟加密貨幣有史以來最糟糕的一次喔 那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主要的重點呢就是比特幣還有以太坊 在之前呢是從來沒有在這個熊市當中跌去 比上一輪的牛市最高點還要低喔 但是在這一次發生了喔 所以這是第一次呢 比特幣在熊市當中跌去的這個價錢呢 是低過上一個cycle最高的高點喔 那在以太上面也已經發生了 那對於這件事情呢當然不是一個太好消息啊 因為畢竟這個破壞了比特幣過去十年以來建造了一個上升的趨勢喔 但是呢我個人是覺得很多這些technical indicator 就是技術面上的這些數據呢都是會被突破的喔 那大家都會說這個不會發生什麼事啊 因為從來都沒有發生過 但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並不代表它永遠都不會被突破喔 那我們只是在等這個第一次被突破而已 就像我跟大家最常聊的就是我認為非常非常強大的一個支撐 就是200週的均線 那我們看到呢在過去的比特幣十幾年的歷史裡邊呢 是從來沒有個月線收在200週均線的下方喔 那我們接下來會面對什麼事情呢 就是6月呢只剩下4天了 那我們目前人處於這個200週均線下方大概 10個%9個%的位置喔 所以如果我們不能在接下來4天回到200週均線上方的話呢 那就要創造另外一個第一次喔 就是比特幣就要在第一次在這個月線級別呢 收在200週均線的下方 那心理上呢也會對這個比特幣很多看多的人 有一次重大的打擊喔 但是就像我講的所有還沒有發生過的事並不代表不會發生喔 那對於這個200週均線呢我們就剩下4天 所以我們要看到這個4天內看比特幣能不能漲回22600左右 那如果可以漲回去當然是最好啦 但是如果漲不回去呢我們就又會再次創造歷史啦 下一個新聞是關於這個Anonymous Anonymous就是這個無名組織啊 那主要就是網路上的一些駭客 那在昨天他們發布了一個影片 關於這個Terra Luna的兜款喔 就是說他的一些行為啊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啊 笑這些窮人啊 然後笑其他戀人失敗的時候他很開心啊 等等 基本上就是說呢兜款應該得到該有的報應啊 但是這個匿名組織呢 之前也有發過幾個影片關於馬斯克的 那後來是沒有做什麼事情 那至於這次對於兜款能不能有什麼作為呢 那我們就是持續看下去喔 然後最後帶大家看一個今天發現的東西 我覺得非常非常有趣 那基本上呢他就叫做PiCycle Bottom 就是用PiCycle這個數據呢 來分析比特幣這個底部會在哪裡 那在去年牛市的時候呢 我相信很多人應該都有常常看到PiCycleTop 就是這個用PiCycle這個Indicator 來估算比特幣的頂部在哪裡 那這個PiCycleTop呢 也多次成功的預測這個比特幣過去的頂部在哪裡 那PiCycle Bottom這個Indicator 也有在過去成功預估比特幣的底部會在哪裡 所以今天我就帶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那基本上呢這個PiCycle Bottom的Indicator 就是有一個471天的均線 對上一個150天的均線 那過去每一次這個150天的均線 往下交叉471天均線的時候呢 就會是底部喔 那我們可以在過去兩次看到 他成功的預測了過去兩個cycle的底部 一次是在這個2015年1月的時候 那第二次呢就是在這個2019年2月的時候 那目前處於什麼狀況 那我們可以在這邊看到150天紅色這條線呢 是在快速的下降喔 那綠色這條471天的均線呢 而是以緩慢的速度下降 那如果以這個Indicator來算呢 比特幣應該是會在7月9號 讓這兩條線交叉喔 就是150天的均線 會往下穿過471天的均線 那這個預估會在7月9號 所以到底這個PI Cycle Bottom的Indicator 有沒有這麼神 第三次成功的預測這個比特幣的底部 會在7月9號發生 那我們就要看下去喔 那7月9號到的時候 如果我還記得的話呢 我也會做一期影片跟大家聊這件事情 那今天的新聞就跟大家聊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麻煩幫我點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啦 掰掰 已經進點了 這麼快 其實之後 стро人家之後